你叫什么 我去电视网上银行的服务顾问 你叫什么 我去电视网上银行的服务顾问 你叫什么 我去电视网上银行的服务顾问 你叫什么 网上贷它是网上银行底下的贷款产品 放款机构的话主要是网上银行 具体的话还是要以您的这个贷款合同为准的 你是谁 我去电视网上银行的服务顾问 你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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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电视网上银行的服务顾问 你叫啥 但我去电视把上银行的服务顾问 你叫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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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去电视把上银行的服务顾问 你叫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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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这边是把上银行的服务顾问 你有什么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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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贷它是网上银行底下的贷款产品 放款机构的话主要是网上银行 具体的话还是要以您的这个贷款合同为准 那贷款怎么贷 您这边打开手机支付宝 点击右下角我的 在页面上找到网上贷 按照上面提示的这个操作步骤就可以了 如果您看到有具体额的按钮的话 您也可以提交申请看一下的 我不会操作 你再讲一遍 是这样的 您打开网上贷以后 页面上如果直接有这个额度显示出来 那一般这个就是初始额度 您提现出来以后 正常三分钟左右 系统会自动给您评估提额的这个结果 并给您发送短信 您再去看一下您的额度是否有变化就可以了 我不会操作 您再讲一遍 您不需要的话呢 没有关系 您可以先去查看一下 给到您的额度和利息情况 做个大概的了解 后面如果您有资金需要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提现到银行卡来使用了 那您再讲一遍 非常抱歉 本次来电的话呢 我们只是做服务通知 并非是给您开通使用 实际的话呢 还是根据您自己的需要来电的 如果打扰到您的话呢 我们真的非常抱歉 那这边就不耽误您了 来电的接近再见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 订阅иц�计搜 penis